各位朋友们 我们刚刚吃完麻辣烫 我感觉就没吃到肉 你吃饱了吗 没吃饱 真的没吃饱吗 真的两分饱 那我们再去吃点肉 刚好旁边这家是我们公司之前的一个商务 带给我推荐的 刚好在这个麻辣烫旁边 这块可以吃吗 可以吃啊 这蛋都很有年代感 咱们这开多久了 从哪一二年来的 一二年 特色是啥 卡肉 卡肉要两块要肥一点的 再要一份扣肘子 那你拍我们视频呢 嗯 那可以还有肥子啊 我喜欢吃肥的呀 酸菜五花肉砂锅 你要先走就好了 先 全走 好 姐是懂流量的 懂互联网的 溜肉段吧 鸡蛋炒蒜苗我没吃过 等一下一个这个 我们坐等开吃 先来这一口这个 我终于吃上肉了 救命 真的 人可以不谈恋爱 不用有爱情 但是一定不能不吃肉 好香啊 我觉得它就跟把子肉是有味的 哇 这口肉一下回到我的舒适区 尝一下这个特色溜肉段 它因为是现状做了 所以它跟合饭店的比的话 就是外面会再脆一点点 但有肉感 这个是蒜苗炒鸡蛋吗 冠主公平时吃饭料不一样 长得像韭菜 但是没有韭菜味 酸菜白肉炖鸡丝 把这东北的酸菜可以炖一切 东北的酸菜可以炖一个动物园 东北的大酱可以蘸一片绿花袋 把上手这个印菜 吃喜 重庆可爱吃肥肠了 来 没有没有辣椒 昨天一天没吃辣椒的 我已经快疯了 如果这东北酸是再辣一点 我肯定会更爱吃 太有吃喜的感觉了 它卤得特别入味 招牌大扒肉 它就肉炖的软烂适中 这个酸菜汤特别介意 这个酸菜汤泡饭真的好开胃啊 酸菜炖白肉是我学会做的 第一道东北的 但是我们吃饭 总结的一个经验就是 你在东北点菜 千万不敢造词 你只要按照你在南方点菜的 那个数量来点的话 包吃不完的 这为什么东北菜的那个碳码这么大 是因为饭店的厨师 他就不想炒菜是不是 让顾客少点几个菜 这一块皮 这块是精华 其实蓝哈尔比方还有一个特别想拍的就是早饰 我们这次大家能不能看到这个早饰的视频呢 就取决于明天能不能记得来 也太早了 但是那个早饰拍的早 结束的一早 吃完了没啥了 我刚睡的时候才开始了 最后再上一个星期待待一会儿 还不美吃了 最好是能够一点 太少一点一点 不然的话就像我们一样打包吧 好了 怎么样 哈尔比还有什么好吃的 我这次没有拍掉的 大家给我安利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好